溜雞 溜雞 看不到一斤十多 消费 民眾大部分 餵糕都是為了故事 不過這隻雞拉起的狗 牠的餵雞去菜市場幫助人到尾菜 拉起不然是餵雞生大雞 有時候雞仔如果沒有在家 拉起還會出去找牠 看牠出來牠的餵雞真的很好 拉起平衡時都會跟主人去菜市場 到尾菜甚至還會幫忙收錢 真的是主人的小幫手 看到拉起收錢的民眾 是一直鵝鵝尾停 收錢的老闆 我覺得這個景象很稀有 狗也會幫主人收錢 然後還會拿袋子給客人 這樣子的互動之下 在於就是跟老闆在市場上面 也是一種很難得的場景 牠會賺錢啊 狗狗台灣聰明還很厲害 這兩隻狗仔跟鵝鵝 都是有經過訓練才有辦法做回事 主人用這天表示 動物是家裡要好 所以已經跟牠們用打賣的方式交友因 要訓練這個 人們一定要照顧 不可以 如果不做 你慢慢來 就一直 控制 這次呢 反正你把牠們拌一整天 你人不在那裡 就把牠們拌一拌 這樣就把牠們拌一拌 一定是固定的 我這都沒有 我這都已經 這一次我一兩年了 當初是流浪狗的拉起 因為主人好心的收留 只有今天 對老闆來說 工作上有拉起跟鵝鵝鵝 會不會判 相信每一天 都會充滿快樂的笑聲 記者公眾品才紅不得